46岁台语歌后 黄以玲当年一首《无字的琴批》 红遍大街小巷 却与唱片公司主管未婚生女 后来对方欠债 父亲也向她讨钱 让四处躲债的黄以玲过着低调的生活 对此她回应 以前年轻懵懂 想找到内心的那一块 所以想找个伴 跟二姐江慧一样 身在有七个小孩家庭的黄以玲 小小年纪就在北投温泉乡走唱 后来被影视大亨杨登奎签下发了 讲什么山盟海誓 结果在台语歌坛一炮而红 得过四次京区奖最佳台语女演唱人奖 以特有的苦情唱腔辉煌了整个90年代 跟江慧并称台语两大哥后的黄以玲 出道多年后两人首次同台 成为江慧丰脉演唱会的来宾之一 后来黄以玲逐渐淡出演艺圈 前行向佛十年 平日到福智佛教基金会上课 做义工 曾经动过出家的念头 而他当初未婚生下的女儿考上台大后 却传出已出家的消息 后来因孩子身父 陈国卿反对 才把女儿接回来念书 对此黄以玲表示 女儿比她有佛缘 所以她完全不担心 会全然支持 台语天后黄以玲 2014年已垫在你身边 拿下金曲讲歌后 接触佛法长达十年 他透露一度曾打算出家 无奈因为担任义工的佛教机构 限制出家年龄需在30岁以下才作罢 但传出他就读台大的女儿 2015年也决定出家 最后因为父亲反对 让此事不了了之 据中国时报报导 黄以玲从小就把女儿送到佛教开办的国 高中就读 管教相当严格 只有寒暑假才能见面 直到女儿上大学后 两人还常常一起去听佛法 互相讨论彼此心得 她坦承女儿对佛学有极高兴趣 加上不赞承女儿不上后尘踏入演艺圈 因此如果女儿打算出家 自己也会全力支持 未料却传出黄以玲女儿 在考上最高学府台大后 2015年竟决定出家向佛 最后因为爸爸反对 认为现在应该好好念书 才把女儿接回家中 而她也表示 女儿目前没有出家 对此 她担任义工的佛教机构人士也透露 得确有听说黄以玲女儿出家 但身边好友并不会过问太多私事 黄以玲八岁开始在北投的纳卡西演唱 18岁发行专辑 讲十门山盟海事 一名惊人 从此成为家喻户晓的台语天后 前几年她接下 2014全球闽南与歌曲创作演唱大赛 代言人工作 身负广州闽南与唱作人才的重任 但好友形容她是尖叫合作声 每争战过多少歌唱比赛 就直接被送入职场学习 而从小肩附加记重担 成名太早则导致性格扭曲 让她空虚易怒 回想过去的日子 甚至直言 我想不出任何一件快乐的事 小时候的黄以玲不知何为心梦 唱歌不是兴趣 而是工具 对我而言 唱歌谋所谓开不开心 而是一种责任感 就是单纯想让家人的生活过好一点 还不识字 她就喜欢哼哼唱唱 相当有天分 小时候为了表演 黄以玲曾向老师学习表演技巧 配合歌曲有着固定戏码 还得准备各式各样的秀服 其中一套夏威夷女郎装尤其受欢迎 常常成为客人的指定款 对我来说 每次穿这套都很痛苦 因为就连冬天都要穿 大人觉得我穿这样很可爱 可是冬天穿这样真的很冷 为了改善家中经济 妈妈找老师教她表演 带着她到各大婚丧喜庆街 商演 一家的生活重担全落到她身上 她也曾参加武登奖 但最后却败北 当时算是被逼着去的 没想过要拿奖 甚至有点排斥 比赛时我还臭脸之后 她陆续参加了几次歌唱比赛 最好的名次得到亚军 当时很高兴 以为会有所发展 结果主办单位说为了栽培我 要我先拿一笔钱出来 但哪有还没赚钱就得先掏钱的道理 于是黄以林挥绝了第一个成为艺人的机会 转而在北头展开那卡西的走唱生涯 当时白天还要念书 晚上要唱到十一十二点 走唱是为了让家里好过一点 开心则来自家人的笑容 但对唱歌却感到疲乏 直到影视大亨杨登奎挖掘她到高雄蓝宝石歌厅助唱 她因为必须由北南夏而正式休学 那年才十五岁 三个月住唱期间 妈妈不能陪在身边 后台又竟是大人们的天下 家里四个兄弟姐妹 只有我在养家 一养就是几十年 很辛苦耶 七岁开始 过年只有我在包红包 觉得自己对得起家里 所以他们让我都是应该的 走红厚的过度自我膨胀与自我保护 让黄乙玲成了没人干热的天后 带着架势过活 觉得距离感和被众人簇拥 才是大牌该有的样子 当时录节目 为了一个open 一等就是几个小时 我会觉得宣传没协调好时间 又得配合去聊某些主题 就认为自己没办法做好 所以我东西收一收 笑笑的说 那我走了 甚至有次他人都到了高雄 却因为被其他赶场艺人插队 黄乙玲就摆出 我不唱可以了吧 的样子 拎着包包搭客运回台北 心想要借此惩罚宣传并且抗议 但现在想一想 当时只是在跟自己呕气 惩罚到的只有自己 身旁的人形容 黄乙玲当年用眼神就能杀死工作人员 不说一句话就能让人愧疚到无的自容 成年的委屈和过度的保护色 扭曲了黄乙玲的性格 更带来她没能察觉也面对不了的空虚 我想慰劳自己 想要快乐 我开始逛街买名牌 买到家里塞的满满的还觉得不够 只要有空就找人到家里打麻将 打三天三夜是很正常的事 喜欢唱歌的单纯不在 快乐对于她而言 成了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奢侈品 一路唱到了三十几岁 她才惊觉 物质生活的改善 并没有替家人和自己带来真正的快乐 反而是依旧吵闹 充满烦恼 出道多年 黄乙玲发行了五十张专辑 过去多演唱悲苦情歌 她笑说是反映人生 造型也得悲情一点 前几年发行的 垫在你身边 她不仅心态变得宏观 连造型也多了几分柔和感 黄乙玲开始自我反思 寻找心灵慰藉 进而接触佛学 现在的她学会用观公念恩的心态处事 以前都在看别人的不好 让自己很不快乐 现在多去看他人的好 自己也有所转变 发现快乐原来如此简单 学佛后 她的个性有了大转变 以前工作不顺心转头就走 私下也不爱搭理人的她 开始试着主动攀谈 与她同期出道的蔡秋凤几年前 在机场贵宾室里碰到她主动打招呼 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她停革了三秒 从她脸上看得出她在想 黄乙玲你是怎么了 以前觉得工作是互相竞争 但其实同行也可以成为好友 以前我也常冲着身边的人发脾气 看到什么都觉得不满意 现在回想当年的态度 都很想跟他们说对不起 禁区台语歌后 黄乙玲以知名歌曲 人生的歌 唱出许多人在面对生活的挫折 痛苦 却不能就此摆烂 为了生活还是要低头的无奈 唱出许多人的心声 而这首歌也像是在隐喻黄乙玲的人生 时常面带亲切笑容的她 曾经有好一段时间被受父亲的折磨 她也直言 童年是她的梦魇 黄乙玲表示 在她年幼时性情急躁的父亲 经常对母亲动手动脚 为了逃避父亲 她还曾经和母亲 哥哥 小侄子过着四处为家 夺老爸的生活 而事情并未因此结束 后来黄乙玲长大出道了 有能力赚钱为家里付出时 父亲便开始找上她 不停地骚扰与讨钱 一家人人就不得安宁 一开始黄乙玲也充满怨恨 而她与父亲的关系转机 就在多年前开始修习佛法器 她渐渐变得包容豁达 黄乙玲还发愿 要与过去失联 长达十年的父亲重修就好 我们要把这一生不好的缘 都化解掉 看得出来 她是真的放下昔日的恩怨 让自己用正念众生了 再步入中年之际的黄乙玲 成功为自己打开 童年时与父亲的心结 她不禁感慨 放下后真的轻松许多 心中有原谅后 看事情的心情就不一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